上帝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哦神啊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 人得救恩之乐 自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 上帝啊 求你为我 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上帝啊 求你为我 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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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啊 求你为我 造情节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真知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胜利 叫你失望 人的救恩迟了 赐我了一滴力 扶持我 上帝啊 求你为我 造情节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真知的灵 使我里面重新有真知的灵 上帝啊 求你为我 造情节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地理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胜利 求你是我和人的救恩值了 赐我了一滴力扶持我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河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胜利 求你是我和人的救恩值了 赐我了一滴力扶持我 我们呼叫胜利 接近我 好胜利 接近我 我寻求你 我需要你 我寻求你 我的摇替 我寻求你 我寻求你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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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iya-la-la-ya 丁文姊妹很高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年4月18号德州这个IHOP Mai Biko穆斯宣告了一个关乎全球的一个重大的宣告 那这个重大的宣告带来了 今天我们从7月7号开始的全球的40天的一起全球的祷告 那这件事情对台湾对全球都有很重大的意义 那在台湾更加上49年以前在泰雅族有四个姐妹 因着他们祷告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 所以从起初周牧师跟一些教会的领袖就讨论 我们是不是今年在49年也是喜年的这一年 能够来回复祈求圣灵像49年以前在泰雅族所带来的圣灵的浇灌 这个大能的领导在台湾 所以这个跟Mai Biko跟我们这个泰雅族的圣灵的降临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 以至于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更重大的一个意义 我们不但要祈求49年前圣灵怎么大大浇灌在泰雅族带来 一个极大的福音的复兴 那我们也更配合也进入神在4月14、18所带来的这个全球的启示里面 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伟大的这一刻的礼 那我稍微再讲一下那么礼拜天牧师已经讲过 这个Mai Biko他所带来的这个世界性的重大的宣告 故事是这样的 2019年11月12号 一位美国的先知Chris 他就领受到一个神给他的启示 就是说当英国贝利普亲王去世的时候 将是418进入最后的实现 当英国贝利普亲王去世的时候 将是418进入最后的实现 那是2019年11月12号他所领受的 那也是将近两年前的事情 那今年的4月9号 他被Mai Biko邀到他们Kansas City那边去分享信息 当他下飞机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 就知道了贝利普亲王当天去世 下飞机就听到贝利普亲王去世的消息 他就想起了2019年当日神对他的启示 说当贝利普亲王去世的时候 418就是最后的实现 所以他就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或有一个警信 就说神啊 这件事情贝利普亲王去世了 418要开始 那什么是418呢 418的意思是什么呢 于是他就问了Mai Biko说 418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数字有什么 你有什么感动或有什么意义吗 而Mai Biko听到这个418这个数字 是里面大惊 里面大惊 原来啊 30年前啊 甘保罗 一位也是当年非常伟大的一位先知 他的母亲安娜 105岁的时候 对甘保罗 因为时间管理我就不太讲 甘保罗是当代神 非常重用的一个超级大先知啊 那他的母亲在105岁 即将过世之前 就对甘保罗说 我去世之前会有一个重大影响 全世界的影响全球的启示 在我去世之前 神会有一个关乎全球的重大的启示 那这是1990年的事啊 那已经是1990年事 那说完之后 他的母亲就昏迷过去了 已经105岁了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个甘保罗就邀请Mai Biko 那么一起去探望他的母亲 陪伴他的母亲 那么当他们去到医院 当他们去到那个看他的时候 他的母亲昏迷两个月 突然醒过来了 然后就把甘保罗叫到身边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过了几天以后 这位甘保罗就对Mai Biko说 我母亲跟我讲 那个关乎全球的启示 就是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Mai Biko三十年前 就听到了这个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只有一节圣经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到底是什么 要做什么 内容是什么 意什么 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就留在心里 一直纪念这件事情 因为甘保罗和他的母亲 都是非常当代 非常杰出 非常重要的先知 他们的启示 绝对是有重大的意义 而不会是 只是一般的异梦 或是感动而已 所以他一直留在心里面 说到底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神要说什么 神要做什么 所以三十年之后 这个是一九九零年的事 他存在心里已经三十年了 到了今年二月四月九号 这位Chris下了飞机之后 问他说 四一八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数字 那么甘保罗 这个Mai Biko 就惊讶的想起 连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 感谢主 过了三十年之后 神把这个启示 在这个时候揭露出来 原来菲利普亲王去世之后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就会是最后的应验 最后的实现完整的应验 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是耶稣第一者 在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进入会堂 就打开了圣经引用读了 以色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 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然后说瞎眼的看见 贝鲁的得释棒 然后叫我宣告上帝的喜念 然后耶稣读完这一段圣经以后 就说 这今如今应验在你们当中 请注意 这一节圣经 在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 这今今日应验在你们当中 耶稣说 耶稣当日就已经是 路加四章十八节 第一次的应验 而第一次 这一节应验的时候 带来第一世纪 福音的极大的爆炸性的一个拓展 从耶稣开始十二个门徒 到整个耶路撒冷 从十二个门徒 到五百门徒 到五万十万的基督徒 在第一世纪结束之前 保罗已经把福音传遍了 当时所知道的世界 路加四章十八节 耶稣说 如今应验在我们当中 第一次的应验 带来第一世纪 这么大的爆炸性的一个应验 当然接着下来 继续应验在这两千年当中 带来如今 福音传遍全球 全世界有超过 二十多亿的基督徒 而今天上帝 透过Mind vehicle 透过甘保罗 透过Chris 告诉我们 今年2021年 分立普亲王过后 去世之后 要进入最后 这个世代 四一八 最后完整的实现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一定再来 神在这末世代 进入最后的世代 神会带来 全球的大丰收 我们不知道 再来会发生 这么重大的事情 我们只知道 圣灵正在全世界 完成神 对这个世代 最后的旨意 最后的工作 我们 让我们 竭尽心力 难怪 Mind vehicle 今天在 今年 在四月十八号 公布了这个 全球性的 大的启示 全世界 非常的 许多人都被拿注目 以至于 我们也有 这样的一个回应 今年 七月七号开始 有了四十天的 全球的 这样的一个祷告 那 最后我要讲的是 所以 这几天 当我们 摩世默想 还有跟 这位教会的领袖 开始思想 那这件事情 对台湾的意义什么 对我们基督徒 个人的意义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要如何回应 那么我们知道 四一八的应验的 关键在于 那句话说 主的灵 在我身上 这几天 当我默想的时候 周牧师也不断的 这几天 一直在传递 这样的信息 主的灵 在我身上 整个个关键 所有接着下来 有福音传给 贫穷的人 什么瞎眼 得看见 被如得失望 等等这些 神悦纳人的 喜年 这些都在于 主的灵 在我身上 没有主的灵 接着下来 什么都没有发生 主的灵 在我身上 然后才开始 有下面的事情 所以 所有的关键 就在主的灵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从今天开始 从我们这个礼拜开始 从今天 我们要开始 神给我一个 很强烈的感动 这接下来的五个礼拜 让我们 交注圣灵 让我们 关注圣灵 让我们从所未有的 欢迎圣灵 我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从新耶稣之后 特别你是 四零零两堂的 你一定会 常常听到圣灵 我们也非常欢迎圣灵 从我传到 从我就知道 我渴慕圣灵 我们祷告 我们敬拜 我们都欢迎 但是 我承认 从来没有 专注在圣灵 我们都说 圣灵很重要 但是我们 因为有很多的事工 有很多该做的 敬拜赞美 我们有247 RPG 这些都做 我们有88节 我们要传福音 这些都做 但是 这段时间 让我们 再一次 在你 可能我们当中 很多人信耶稣 不管你是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 为了回应 要诸的灵 在我身上 让我们从未有的 这几个礼拜 我们就是这几个礼拜 让我们全教会 让我们甚至全 一起关注圣灵 交注圣灵 等候圣灵 渴慕圣灵 欢迎圣灵 我们的心 想圣灵 我们嘴巴说圣灵 我们祷告圣灵 我们歌唱圣灵 我们欢迎圣灵 让我们圣灵 再次的住在我们的当中 主的灵 在我身上 弟兄姊妹 让再来五个礼拜 让我们预备好 让主的灵 在我身上 弟兄姊妹 你信耶稣 你做基督徒 主的灵 在你身上吗 主的灵 感动你吗 主的灵 在你身上吗 让我们这段时间 交注圣灵 欢迎圣灵 那接着下来的 五个礼拜 牧师每一个礼拜 会有一个主题 从第一个礼拜 从一个主题 一个主题 每一个礼拜 你只要跟着教会的主题 那我们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引进 深入 但是总而言之 总而整个就是 欢迎圣灵 欢迎圣灵 交注圣灵 我们等候圣灵 让圣灵能够 充满浇灌 主的灵 在我们身上 那今天 第一个题目 我们这五个礼拜 每一个礼拜 礼拜一的 诚信时光 牧师都会讲 这个信息 第一个礼拜 我们会讲说 我们主的主题就是 不要从我 收回你的圣灵 不要从我 收回你的圣灵 这个是在 诗篇五十一篇 那今天第一个礼拜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 预备 好心田 我们都知道 一块田 不好 你再种 什么 你都不会收成 所以 每一个农夫都知道 你要有好的收成 第一步 就是要预备好心田 那我们要把 好心田 硬土 要把它刨松 里面有石头的 要把它剪掉 有荆棘的 要把它除去 如此 我们种下去了 我们才能够 期待 三十 六十 一百倍 如果第一个礼拜 我们没有把好心田 预备好 请原谅 我说 接着下来 可能我们做的 领受的 你可能会很有心 但是第一个礼拜 我们如果做好来 我们预备了好心田 接下来 我们要一起来 看见你的生命 你的个人 神的灵 要从所未有的 住在我们身上 主的灵 在我身上 多么的渴望 我们心里 让我们从来 没有这么渴望过 主的灵 住在我身上 那今天我们从 不要收回我的圣灵 开始清除 我们在心灵 石头 心田里面 有没有什么 都需要除去的 那这节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说到 大 这是五十篇 五十一篇 我们都知道 这是大卫的祷告 那大卫在这里 祷告说 求你 不要从我 收回 你的圣灵 我们知道 我们信主之后 都有圣灵的内住 我们都是 圣灵的殿 信音乐保祖 我们就是圣灵的殿 而圣灵也成为 我们得救的器具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能够呼叫 阿爸不呼 所以这些人准备很重 信耶稣之后 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 没有圣灵的话 那你就不是基督徒 因为重生 是从圣灵而生 所以没有圣灵的基督徒 是不叫做基督徒 是没有重生 是挂名的 那个不是真基督徒 真的基督徒就一定有圣灵 真的基督徒就一定有圣灵 不管你有感觉 没有感觉 但是圣灵 所谓信耶稣 就是圣灵重生了我们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第二 你一定要了解 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 就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大卫在这里却说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可见某种状况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 会被收 会要收回 会要离开 会离开 圣灵会某一种情况 会要离开 所以大卫才说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很显然大卫感觉到了 他的圣灵被收回了 那么从上下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个圣灵 收回圣灵是什么意思 这一节圣经上面说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当圣灵收回去的意思就是什么 被丢弃离开神 我再讲一遍 什么叫圣灵收回 就是丢弃 被丢弃 被离开了神 那打一个不合适的比方 就好像有一天 这个太太受不了你了 就跟你丢了一句话说 我没有办法再跟你一起生活了 我要回娘家 就这个意思 你的有人跟你讲说 你的配偶跟你讲说 我受不了你了 我没有办法跟你再住了 住在一起了 我要回娘家 当然下一步可能就离婚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类似有点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离开 丢弃离开 圣灵收回 所以大卫呼求说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因为这是他不能够承受的 不能承受的 我们的太太竟然说 我受不了你 我不能 我要离开你 我们受不了 大卫说我受不了 不可以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改变 我愿意改变 那 什么原因 让大卫 感受到圣灵离开 我们很清楚知道 整篇 四篇 五十篇 就是一个悔改的事 是大卫的悔改 大卫犯罪 所以很清楚的 罪 这一节很关键 很清楚的 罪 会使圣灵 从我们当中 被神 收回神的圣灵 好 但是请注意 我们都知道 不是罪 圣灵就会收回 因为神对我们两个 我们基督怎么处理罪 约翰一书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赦公平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对我们来讲 不是单独的一个犯罪 或某个罪 圣灵就收回 对于罪 我们需要的去悔改 去处理 等等这些 那这里什么样的罪 会让圣灵收回呢 就是 不悔改的罪 硬心 悖逆 继续在罪中 抵挡神 好了 再讲一遍 什么样的罪 会使圣灵离开 是不悔改的罪 悖逆 硬心 继续在罪中 故意抵挡神 那么举这个最简单的例子 浪子 浪子是儿子 浪子原来在家中 基督徒你可能本来是信主 在神的家中 但是你却选择要做浪子 你选择悖逆 有人选择拒绝父亲 他说我不要父亲 我要自己 所以他就离家 有没有基督徒这样 有 有些基督徒里面 心里面悖逆神 拒绝神 离开 他离开教会 离开神等等 那所以呢 我们要讲 不单单是一个罪的问题 而是一种悖逆的罪 继续应新的罪 继续在罪中的罪 那这就是大卫这里所说的 这个状况 圣灵就会离开 所以 大卫悔改 当先知责备大卫的时候 大卫立刻承认悔改 弟兄姊妹请听进去 上帝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神渴望跟我们统战 但是就像你的妻子 没有哪一个妻子 跟丈夫结婚以后 就准备 结婚当天 就准备有一天要离开 没有 每一个妻子都渴望 跟自己的丈夫 这个白头偕老 每一个 你问每一个结婚的太太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都是 但是到有一天 他真的受不了了 他实在太痛苦了 所以他只好选择离开你 他因为没有办法 一样 我只是这个不好的比方 但是你会比较抓得到 神没有想要离开 但是有某些状况 让神没有办法继续 就像这个浪子一样 就像扫罗一样 扫罗大卫犯罪 扫罗也犯罪 但是 当先知撒母尔去责备扫罗的时候 扫罗是推脱 是避重就轻 扫罗没有一个真心悔改 没有一个想要离开罪恶的心 两人 他对于牛羊鸽子 对于权力诠释 比神 在他心目中 他有更大的吸引更大 所以他对神 对他来讲 神只是他来应付的 上帝你不要拦住我 上帝 我们两个人就保持一种某一种关系 我做我的 你做你的 所以 这种心是 让上帝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看到 大卫 离开罪悔改 重新跟圣灵 恢复他的亲密 所以弟兄姊妹 第一点 求圣灵 求主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继续让上帝受不了 没有办法的 让我们今天一定要清楚 求圣灵帮助我们 那很快下面很快的 第二个 我们要注意的是 不要叫圣灵担忧 不要叫圣灵担忧 以福所书四章三十节 担忧 这个字啊 原文的意思就是 忧伤 使痛苦 悲伤 使生气 那 或许 这 不一定是 已经什么罪 而是我们里面的态度 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喜好 会让圣灵担忧 做父母 你都能很了解 你的孩子 某一些状况 他并不是 一定做了什么错事 但是你知道 他的态度 他的做法 他的想法 他的整个行为 让你很忧伤 让你很难过 甚至使你很痛苦 你看着他一步一步的疏远 你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冷漠 隔离 甚至抵挡 离对 他不愿意了解父母 他不愿意 去 跟父母有好的关系 他拒绝你 所以弟兄姊妹 有没有 什么使你一步一步 离开神 越来越远的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东西 会使你 对神 对属灵的事 越来越无感 越来越无所谓 越来越冷淡 越来越冷漠 过去 你唱诗的时候会流泪 你每一个渴望 来亲近神 你听到神的道 你感觉到时候 还要喂养 得到感动 有一位姐妹 她讲了一件事 她说 哎呀 在400那堂 这么久了 我都听多了 牧师讲来讲去 都一样 那当然第一个 我要反省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讲的都一样 所以人家毫无味道 另一方面 我也很忧伤 表示 我们的心变硬了 我们离开神 我们已经 太习惯 崇拜唱歌 我们已经慢慢 没有情感 慢慢 我们的某些生活 我们的安逸 我们里面的这些 对于有没有聚会 有没有灵修 有没有祷告 祷告也就这样 有没有读圣经 有读也这样 没读也差不多 有没有 有耶稣没耶稣 都差不多 所以你要叫他 不信耶稣 他也不会 他我信耶稣 我还是有信 可是你要叫他 多追求 可慕神 没有 就这样 这个都叫 圣灵担忧 会不会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 你的某种生活心态 你的另有所 你的兴趣 你的追求 你的生活方式 让你离开神 越来越远 你的说话方式 你的整个的追求 你的可慕 你的焦点 你的所要的 都让圣灵 非常的担忧 求主恩待 最后 我们讲 不要消灭 圣灵的感动 帖撒农利家 前书五章十九节 那 这个消灭 就是交袭了 神会感动我们的 因为神住在我们的里面 神会指引你 有的感动是保护 神告诉你 现在 你要换个时间 你会知道 前面有一个危险 在等着你 有时候神感动你 现在要去打个电话 因为这个电话 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 有时候突然 你想到某一个人 忽然有一天 你想到某件事情 有一天早上起来 我突然神 就告诉你们 护照 哇 原来 我要去澳洲的时候 我忘了去签证 我忘了去做签证 神有时候提醒你 那个叫做一个感动 有各式各样 但是如果我们听到 那是乱想的 那你可能消灭 神的感动 那么我们最常有的就是 迟疑 拖延 更糟 那这个已经是 你就会让那个感动 越来越弱 迟疑 有时候就是拖延 有时候呢 更糟糕 就是硬心 拒绝 不听 都使得圣灵 在我们的身 我们的感动 神在我们身上 对我们说话 神的感动指引 就越来越弱 因为神 你如果听神的声音 神就会继续对你说话 如果神说了 你不听 上帝怎么会继续对你说呢 所以让我们 要求主恩待我们 这个礼拜 让我们来祷告 神啊 求你不要 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我里面有什么东西 使你受不了 你不能住的 就好像有人的家 你就知道 哇 你是一个很干净的人 然后那个 你进到一个屋子 里面空气不好 又臭又脏 又有烟味 汗臭 脚臭 然后里面又有垃圾 更糟糕的 还有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腐烂的食物 那个味道 你待得住吗 你知道我们的罪 我们里面某些态度 就让圣灵好像来到一个 那个房间里面 有垃圾 有腐烂的食物 有烟臭 脚臭 汗臭 你都受不了了 圣灵怎么受得了呢 不要让我们里面干净 好让圣灵能够来住 不然圣灵待不住啊 我们里面有没有汗臭的东西 我们里面有没有脚臭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垃圾的东西 有没有腐烂的东西 我们里面有没有 这个礼拜让我们清一清吧 我们要欢迎圣灵 你要把你的家里打扫干净嘛 你有一个重要客人来 你不把家里打扫干净 丢子妹 打扫干净吧 打扫干净 这个礼拜 让我们打扫干净 不要从我受圣灵 不要我有什么叫圣灵担忧 不要叫圣灵担忧 圣灵啊 求你怜悯 让我今天早上到 我说圣灵啊 求你怜悯 我常常叫你担忧 有时候跟师母不高兴 圣灵就说算了啦 不要回嘴 硬就是还要回拒绝 说完以后很后悔 圣灵常常让你担忧 我的态度 我的硬心 我就是不肯 我的血气还是这么的大 我自己的决定还是这么强 让圣灵担忧了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灵啊 我们感谢你是那么的好 你那么的爱我们 我们怎么让你担忧呢 让我们这个礼拜开始 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欢迎你 我求你来 再一次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打扫 我们心灵干净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 不要让我们硬心 不要让我们背力 不要让我们抵挡你 不要让我们拒绝你 主啊 不要让我们有一种生活心态 或有一种我们的心 已经冷淡退后了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却任凭他 我们就继续他 圣灵今天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像大卫一样 当听到你的声音 当听到先知的话语 当我们今天被你感动的时候 让我们像大卫一样悔改 没有人像扫罗一样 向你推脱 避重就轻 甚至我们硬心拒绝 主啊 让我们都像大卫一样 回到你面前 回到使我压伤的骨头 可以再一次的勇耀 圣灵啊 你要我们再一次里面活泼 生动 能够再一次的勇耀在你的面前 谢谢我们的主 圣灵继续带领我们 这个礼拜 让我们都在这样的题目 在我们里面 继续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更深入 我们欢迎你 我们要你 我们渴慕你 来到我们身上 来到我们的家庭 来到我们的灵魂的最深处 让你的灵充满你的教会 充满台湾 谢谢我们的主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那弟兄姊妹从 我们每一个礼拜一 我们都会把我们祷告的经文 还有内容 祷告内容都会透过小组 或在我们官网公布 所以请你下载 然后用这样的经文内容 每天至少十分钟 每天至少十分钟 用这样的经文内容来祷告 那无论的247 或我们的RPG 也都用这样的内容 总之 我们这个几个礼拜 让我们交注在圣灵 这个主题的里面 好 我们欢迎弟兄姊妹继续 我们下个礼拜一 我们会继续 礼拜一 牧师都会在诚心时光 这里面讲这个圣灵主题的一个信息 祝福大家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